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结构耐震设计导论构架设计课程5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注设计的部分 首先介绍我们注设计的流程 我们要先针对柱子进行断面检核以及长性效应的检核还有强柱若梁 那接下来就是设计柱子的牢取钢筋、简粒筋以及细部设计 如此一来我们的柱就设计完成了 我们以前面提到的门型构架AB柱呢为示范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已经知道这柱断面的是35公分乘35公分 那它材料性质呢都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量是一模一样的 那首先我们先根据RC规范的第15-15-1节 我们必须要先检合柱子所承受的轴压载重 是否超过0.1fc.ag 那我们就要把它视为承受牢取以及轴向载重的一个杆件 那我们已经知道AB柱呢它的PU呢是22.79吨 但是它是小于0.1fc.ag的 那另外一根这个柱子呢它是大于0.1fc.ag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保守起见呢 虽然AB柱呢它本身是小于0.1fc.ag的 那我们还是把它仍然视为承受牢取以及轴向载重的一个杆件 那我们根据呢RC规范15-5-1-1节呢 柱断面的尺寸呢最小尺寸呢不得小于30公分 那我们这是35公分这是OK的 那根据RC规范15-5-1-2节呢 断面的最小尺度以及其垂直尺度呢比值不小于0.4 那因为它是一个方形的是1比1 那比值是大于0.4的是OK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检合长细效应 那柱子的軸压力呢是影响柱行为的关键因素 如果柱端呢产生过大的侧位移 那么柱端的折腰力所形成的利友便无法忽略 那这样子我们就要放大一阶弹性分析所得的柱端弯矩 所以我们要先检查柱端的侧影呢是否过大 再计算呢柱子的长细比 才能决定要不要考虑这根柱子的一个长细效应这样 所以呢我们先计算柱层的稳定指数Q 先检查这个柱层呢是无侧影还是有侧影 然后我们再计算长细比 再来检查是否要考虑长细效应 那这是我们的柱层的稳定指数Q 那如果Q呢算出来是大于0.05的话 那我们就要判断这个柱层的柱子呢是属于有侧影的 那这个Q呢等于summation的PU乘上Δ0除以VUS乘上LC 那我们这个summation PU呢是整个柱层的设计的总垂直力 那VUS呢就是这个柱层的设计的总减力 那在我们这一个门型构构架当中呢这个力量呢恰好呢就是AB柱子跟CD柱子它所收到的一个简历这样子 那这个Δ0呢是为柱层的相对辨位 这个LC呢是柱子的全长 那我们根据呢RC规范的3-12-1解呢 我们计算这个Δ0的时候呢需要考虑感见的开列 也就是说我们量的冠性曲呢要取0.35的IB 那柱子的冠性曲呢要取0.7倍的IC 然后再一阶弹性分析呢去计算Δ0 可是呢我们在前面计算这些变位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把惯性曲做一个折减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又根据RC规范3-12-4解的解说呢明确的说明呢 它这个是可以用工作载重所造成的测位呢 再乘上1.43倍乘上Δ0 那我们把前面提到这个公式呢把这些值呢带进去呢 我们就可以求得整个楼层的稳定指数Q 那我们算出来的结果呢Q呢是小于0.05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整个楼层的柱子呢 柱AB以及柱CD呢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无彻移的感见 那我们根据RC规范3-13-1解呢 无彻移构架的时候要感见呢它的K呢是可以取1.0的 那我们柱子AB的回转半径呢 R等于根号I over A我们算出来是0.101公尺 那柱子的无支撑的长度LU呢是2.55公尺 这个值怎么来的就是把楼高3公尺去减掉量身45公分 所以它的长细比R呢等于KLU over R 就是K用1.0带然后这LU无支撑长度呢用3-0.45去算 那R呢用这边提到0.101带进去 那我们算出来呢它的长细比是25.25 所以我们根据RC规范3-13-2解呢 如果收压感见的长细比的R呢满足下式 那就可以不计长细效应这样子 那这个公式呢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M1呢M2呢M1是指柱端设计弯曲的小值 那M2呢是柱端设计弯曲的一个大值 那我们M1M2呢都取它的绝对值而不取其正符号 那如果这个柱子呢它是一个单曲率的 那它的M1 over M2就要取正 那如果它是双曲率的话 它的M1 over M2就要取负这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柱子呢 它所收到弯曲在各个载重组的情况下 那我们发现呢它都是双曲率的 都是一正一负一正一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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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所以不论何种的载重组合呢 柱端的弯曲皆为同向 一级都是双曲率的变形 所以那个柱子AB跟CD呢 长细比一定可以满足四质1-90 长细的效应可以忽略 可以直接以设计的弯曲MU 设计的简粒BU 设计的轴粒PU来设计这样子 也就是说回来前面这个公式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M1M2都是负的 所以34减掉12乘上负的一定是超过34 那我们前面这边算呢是25.25 所以怎么算呢 一定都是可以不用考虑长细效应的 接下来来介绍强柱 所谓的强柱洛梁呢 是希望当梁端产生硕角的时候呢 我们柱端呢依然没有产生硕角 因为如果柱端产生硕角的话 那结构很快也很容易呢 就达到破坏的机构 那这样子整体的测力强度就不会很高 所以我们根据呢 RC规范15-5-2-2解呢 柱子的计算弯曲强度 应该要满足下式 才能称为强柱洛梁 那这个公式呢就是 summation的NNC呢要超过 1.2倍的summation的NNB 那其中summation的NNC呢是 连接于街头的各柱计算弯曲的盒 那summationNNNB呢是 连接于街头的各梁的计算的弯曲盒 那这些呢 计算弯曲是标证强度这样 那我们考虑呢 AB柱呢跟这个BC梁 那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街头是B点 所以我们根据呢前面的梁设计呢 所求的 B处的梁端的计算弯曲强度 NNB 就是把前面的那个 5NNB呢把它再处理0.9 我们就得到这个13.16吨米 也就是说这个梁端呢 它的那个标证弯曲强度呢 是13.16吨米 这样子没有折减的 那因为呢这个构架 ABCD当中的只有BC 这一个梁 所以说呢summationNNB呢 就是上市的一个13.16吨米 这个街头B啊 它就只有这一根梁连接着它 所以说对这个街头来讲呢 它的summationNNB呢 其实就是这个13.16吨米 那如果今天你的街头有两根梁 那就必须把这两根梁的 那个标证弯曲强度呢 应该也要考虑进来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 ABCD的一个B端呢 它的计算弯曲强度呢 NNCB呢 就应该要满足下市 就是1.2倍乘上13.16 也就是15.79吨米 所以呢 这个NNCB呢 我们取15.79吨米呢 作为后续设计的一个考量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柱 饶取钢筋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在以前的RC课程呢 已经知道柱子的 饶取强度呢 是会受到着力影响的 那我们各位可以从这个 混泥图结构设计规范中 解出来的这个图 PN客服 他这个PN客服呢 有分 拉力控制断面 压力控制断面 以及过渡断面 那这三种断面呢 使用的是不同强度的一个折减系数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压力控制的断面呢 他的Phi呢 就用0.65 如果是横枯筋柱的话 那如果他是如果枯筋柱的话 就应该用0.7 那针对拉力控制断面 就用Phi等于0.9 那如果对应 这个过渡断面的话 他的Phi是用渐变 用内插的方式去求的Phi 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目前呢 只考虑平面的一个门型构架 ABCD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 单轴弯曲来设计 也就是说 如果各位在设计一个立体构架的时候 那他就应该用双轴弯曲来考虑 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介绍 所以我们就以单轴弯曲呢 来举例这样子 那我们把设计呢 分成是AB柱跟CD柱 那我们此处以AB柱为例这样子 那我们考虑呢 轴力最大 轴力最小 以及弯曲最大的载重组合 那实际上呢 应该是所有的载重组合 都应该要考虑进去 那因为我们这地方是首算 那我们就先取这三种的一个情况呢 来做设计这样子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强柱弱量的一个部分 我们已经提到说这个柱子 它的标称的弯曲强度呢 至少要15.79 那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用 这个图表 规范所附的这个图表呢 来进行设计这样 可是因为它这个是PUMU的关系 可是我们刚刚得到的是 这边是N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在前面乘上一个 折减係数Phi 才会对应到跟MU呢 是同等地位的 那我们就把握手的假设 表示它是一个拉力控制的一个断面 这样子 所以我们F90.9 这是最保守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这样设计就能过的话 就表示它强柱弱量应该是OK的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F90.9 算出来MU呢 是14.211 基于强柱弱量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柱子AB呢 它所收到的 前面所提到的这三种的一个载重组合 列在这表格 那强柱肉量的部分呢 我们找轴力最小跟轴力最大的部分 跟这个MU 就是前面强柱肉量提到的概念是14.21 来进行设计这样子 所以这边有五个载重组合 进来设计这样子 那我们依据呢 那我们依据呢 混凝土工程设计规范的应用 404.100 下车它后面的附入A 有一个设计的辅助图表 那这个是一个助轴力与弯曲设计强度的关系图 那我们因为只是设计 两排的这样子的一个 牢取主金 所以我们就找这样子的一个图表 那我们负领土强度用280 那钢筋的降伏强度用4200 那首先我们是先求出这个γ 那这个γ呢 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到就是 这两排的牢取主金的一个距离呢 跟这整个断面的一个距离呢 的一个比值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γ求出来之后 就可以找到这个图表这样子 那如果说假设你的γ不是0.6 例如是0.65 那就去找γ得0.6跟0.7的去做内插这样子 那这地方我们就以这个图表为例这样子 那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 有五个载重组合 所以我们就把这五个载重组合呢 PUNU呢 也就是所谓前面提到的NUNU呢 NU跟NU 进行一个正规化的动作 把它转成KN跟RN 转成一个无因次的一个单位这样子 那就可以在这个表格上找点 那你算出来这个词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点在这个上面这样子 那我们最后点在上面呢 就可以找到 它哪一个包落线呢 是可以包住这所有的一个点这样子 那这包落线上面所对应的钢筋比呢 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 主金的一个钢筋比这样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点点在图上 那我们可以内插求助钢筋比 那我们依照刚刚前面讲的流程呢 我们最后呢就决定的是使用2.1%的一个钢筋比来作为设计 那这地方各位应该要减合就是根据我们固泥土的结构设计的规范呢 根据15-5-3-1减呢 这个纵向钢筋比呢应该是要介于1%到6%之间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取2.1%是OK的 那因为我们拉一斤跟压一斤的需求量呢 因为我们刚好是分割一半这样子 所以我们把这2.1%除以2 再乘以断面积就是35乘35 那我们可以得到呢 各排的钢筋呢至少是12.87的平方公分 所以我们两侧呢都采用4根的D22呢 作为捞取钢筋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来进行间距的一个简合 就是中心距的话就是35公分 减掉两倍的一个把握层 再减掉两倍的枯筋的一个直径 那再减掉一倍的一个主径 那因为我们有4根 所以有3个间距 所以它的中心距呢是7.41公分 那我们依照这个规范检合 那我们这间距呢是没有过大的 是小于这个值的 是OK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近间距的检合 那近间距呢 那SN就是中心距7.41公分 减掉一倍的主径的直径2.22公分 也就是所谓的5.19公分 那当然我们建议这个进间距还是要大一点 会比较好 比较好施工 那规范对于进间距的一个规定呢 进间距至少要超过1.5倍的主径的直径 那这地方跟两不太一样 以及1.33倍的力量最大尺寸 我们这边取1.9 然后以及4公分 那我们的进间距呢是4公分去控制这样 那我们的进间距是5.19公分 是大于这4公分是OK的 所以最后我们就得到这个柱子的饶取断面的一个设计 就是两边呢各放4根的D22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简粒金的设计 我们考虑住呢在各个载重的组合下最大的VU 我们找出来是7.36吨 那更重要是我们要考虑韧性的设计 我们必须要保证柱子的饶取强度能够发挥呢 而不产生简粒的破坏 以下面这个门型构架有力 当这个门型构架受到一个侧向载重的时候呢 它的MOMO代表的趋势是想像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从弯曲图呢去找到量的MU以及柱子的MU 也就是所谓的MU病以及MU column 那Y今天实际上的地震力呢 大到超过我们所设计的一个地震力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量的MU呢 已经不是MU病了 而是比MU病还要更大 甚至大到呢这个量的MPR 那当这个量呢 它的弯曲已经到达MPR的时候 我们就假设这个柱端的弯曲也跟着等比例放大这样子 那这个放大的系数呢 就是MPR病去处理这个MU病 就是这一个放大的一个系数 那去乘上呢 这个柱子呢在 一般我们考虑的这个设计的一个 Loading Combination下手得到一个MU 那这个乘上这个呢 就可以得到放大后的一个柱端的弯曲 那我们放大这个弯曲呢 并不是拿这个弯曲做捞取设计 而是我们要保守的去求简历这样子 那这个放大后的柱的弯曲呢 一个是M1B以及M1A 那我们做简单的内力分析呢 就可以求得这个柱子的一个简历这样子 那这个柱子的简历呢 就是拿这两个弯曲值加起来去处理柱子的静高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从这个时候的简历的图 可以得到这个值这样子 那我们因为呢 一楼柱底呢 通常都会产生楼取的塑缴 所以我们的M1A呢 这一楼部分呢 我们就直接用Column的一个MPR 来带这样子 可能会有人疑问说 我们可不可以仿照量韧性设计的部分 就把柱子的两端都产生MPR 用这样子来设计它的简历 那当然这样子是可以的 可是这样设计出来的会是非常保守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去Approach 也比较经济 那两端的MPR呢 16.3吨米 我们在前一个单元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这边就不赘述 那柱端的MPR呢 各位可以去从断面分析软体去求 那当然我们这地方是首算 我们就保守取PMCurve的一个平衡点来做计算 那这是我们的柱断面 4根的D22 4根的D22 那这是典型的一个PMCurve的一个图 我们就取平衡点的对应的一个moment 做为它的MPR 那我们做简单的一个断面分析呢 所谓的平衡点呢 就是当这个混泥土呢 受压最外远呢 硬变到0.03的时候 那最外层拉力精呢 刚好降伏的时候 所对应的一个moment的一个强度 那这个压力钢筋的深度跟 拉力钢筋的深度呢 就分别是6.38公分 以及是28.62公分 那我们用简单的三角形的相似关系 就可以求的这个压力钢筋的深度是17.17公分 那我们也可以因此求的 这一个压力钢筋的一个硬变是0.001885 那我们已经知道压力钢筋的深度是17.17公分 我们可以知道 混泥土的矩形硬变块的深度呢 是14.59公分 那我们已经得到整个断面的压力钢筋深度C 以及压力钢的硬变 以及拉力钢的硬变 那我们就可以来求的拉力钢 压力钢以及混泥土所提供的压力 那拉力钢所提供的拉力呢 T我们用1.25倍的ASFY去估计 那大概呢 算出来是81.3吨左右 那压力钢的部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硬变是0.001885 那我们把它乘上钢筋的弹性魔术呢 就得到它的硬力 也就是所谓的3845kgf per cm 平方 那它所提供的压力呢 在扣除重复考虑的混泥土面积之后呢 我们得到大约是55.8吨 那混泥土所提供的压力呢 也就是所谓的0.85f7.BA 算出来大概是121.5吨左右 那我们对硕性中心呢 取弯曲平衡 对硕性中心呢 取弯曲平衡 就可以去求得这个柱子的一个MPR 那我们算出来就是27.6吨米 那把它带到呢 这个M sub 1A 这里 那我们来看 求B点柱端放大后的弯曲 那因为量柱接点B呢 它只有一根两根一根柱 我们为了方便手上 并没有考虑刚性接头 所以B端的柱弯曲呢 跟量的B端的弯曲呢 是一样的 就成如这张图所示 这跟量的Mu 刚好跟这个柱的Mu 是一样的 在这个B点的地方 那当这个量呢 发展到MPR的强度的时候呢 这个柱子呢 它的弯曲值呢 刚好也是量的MPR 所以这两个值刚好消掉 就会得到MPR病 可是实际上啊 对于一般的量柱接头啊 我们应该要考虑 不同载重处的情况下的一个Mu 因为不见得 刚好这个跟这个 会一起抵消掉 那接下来我们来求设计简历 我们对柱端呢 曲弯曲平衡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考虑韧性设计下的 简历的一个需求 我们把前面所得到的 NEA NEB 带进来 以及柱子的进高 三公尺的楼高 减掉45公分的量身 我们就可以得到 17.24噸 那我们和先前呢 求出了各个载重组合下 最大简历值能来比较 我们取大简历来设计简历强度 那我们可以发现 是17.24噸控制这样子 那我们在设计柱子的简历金的时候呢 规范有把柱子分为为数区跟非为数区 那我们根据RC规范呢 15-5之4之4解呢 我们距离两面L0的范围内呢 柱段面是有可能发生老曲降伏的 所以我们把它视为为数区 那这为数区的一个范围呢 怎么计算呢 就成为这个公式所示 就是我们取柱子的深度H 跟近高除以6跟45公分我们取大值 那这边是45公分控制 也就是说距离量45公分的地方呢 视为为数区域在这个范围内 那我们根据呢RC规范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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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解呢 在维数区内呢 因为柱子AVPU呢 已经大于0.05FC-AG 所以呢 混凝土的减力强度是可以记录的 那我们就可以求出柱子呢 它的混凝土的减力强度呢 是提供了10.06噸 所以剩下不足的部分 就应该有减力基因提供 那算出来是12.93噸 那我们藉由ASH呢 来估算枯筋面积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刚求出来的VS呢 是12.93噸 那我们枯筋呢 是使用D13 四号钢筋 它的降浮强度是1200的 那D呢 是拉力筋的一个深度 我们用28.62公分 带进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ASH呢 是0.108S 那根据RC规范15-5-4-1解呢 对于柱子为数的一个要求呢 ASH呢 必须要满足下面这两个试词 这ASH必须要大于0.3S乘上B 乘上FCPont除以FYT括号 再乘上AG overASH-1括号 以及0.09SB呢 再乘上FCPont除以FYT 这S就是枯筋的间距 B呢就是柱子的一个宽度 那FCPont就是混凝土的设计抗压强度 以及FYT是枯筋的一个降浮的一个强度 这样子 那这AG呢就是全断面积 就是柱子的35公分乘35公分 等于1225平方公分 ASH呢就是最外源的枯筋 所包围的一个面积这样子 那也就是所谓扣除 保护层的一个面积 所以我们柱子的保护层是4公分 所以345减掉两边的保护层就剩下27公分 所以ASH呢就是729平方公分 我们把它带进去之后呢就得到0.476S跟0.21S 那是0.476S控制这样子 所以我们我们使用3根的D13呢 作为枯筋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就可以初步呢得到呢 枯筋的间距应该要用8公分 在维数区的范围内 那此外呢 那规范还有规定就是我们枯筋的间距呢 不能超过S0 那这个S0呢定义是10加35减掉HX除以3 跟15公分取一个小值 那HX呢为相邻枯筋或细筋的中心间距的最大值 如这个图所示 那RC的规范呢 15-5-4-3-3-3 规定HX要小于35公分 那如果说超过35公分 就必须要加细筋 那HX呢可以用下面这个式子来估算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我们这个断面的是使用3根的D13 就是1 2 3 3根的D13 那这个最宽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与这个地方的间距 作为HX的一个计算 就是两倍的一个中心距呢 再加上一个主晶的一个直径 作为近似这样 算出来大概是17公分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去之后呢 35-17.04 然后再把它除以3加10跟15公分呢 发现的是15公分主控的样子 那我们规范有规定说 我们的固定间距呢要取 4分之H跟6倍的主晶磁径 以及我们刚刚求到S0以及S hat 我们取这边的小值 那最后呢是这个围数区的固定间距呢 取8公分这样子 那围数区的固定射击往下就是非围数区 那非围数区的部分呢 我们就直接取 那个前面所提到的 这个0.108 这个用强度所得到的一个值呢 来做设计就可以了 所以这地方呢 S hat是35.28公分 可是呢 RC规范的15-5-10-6-9 规定哦 固定的间距呢 应该要满足下面这个式子 6dB跟15公分 那最后呢是6倍的dB控制这样子 所以间距至少要小于13.32公分 那我们保守旗舰呢 方便计算呢 我们就直接用S呢 用10公分来计算 那我们进到西部设计 那我们柱子呢 的断面的配金呢 就如这个图所示 我们使用了8根的D22 作为主金的一个配置 那枯筋的部分呢 我们使用了一个封闭的一个枯筋 跟一根细筋 那我们细筋是使用D13 那它是用SD420W的一个钢筋这样子 那我们柱子的主金呢 通过这个临界断面之后呢 会生长一段距离 再做一个90度的一个弯钩 那我们就根据RC规范 15-6知识之一解呢 具有90度的标准弯钩的受拉钢筋呢 它的生长长度呢 应该要超过这个LDH 那这LDH呢 就是0.06FYdb除以跟F7prm 8倍的db跟15公分 取一个大值 FY就是主金的降伏强度 db呢 就是主金的一个直径 算出来就是33.43公分 也就是说这里呢 直线段呢 至少要超过33.43公分 那这90度的弯钩呢 的弯曲半径为3倍的db 6.66公分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参考RC规范5-6解 那弯曲后的直线段呢 应该要再延伸12倍的一个db 那这边是26.64公分 我们可以参考RC规范的5-6解 那就如图1-42 至于枯金的部分呢 我们根据RC规范15-4-3-2解 第一根枯金呢 需距离两面5公分 以右边这张图为例 第一根枯金呢 应该要放在两底以下5公分的地方 要放低估 跟这个基面以上5公分的地方 也要放低估 那柱端的维数区的枯金间距是8公分 所以呢 维数区呢 配置枯金的位置呢 为距离两面5公分 13公分 21公分 以此类推共6根 那因为一根柱子呢 有两个柱端维数区 所以柱端维数区呢 总共需要配12根的枯金 那非维数区呢 就是维数区以外的地方 这165公分的位置内 那这边的间距呢 是10公分 所以非维数区呢 枯金的配置的位置呢 是距离两面55公分 65公分 到135公分 总共9根 以此类推 那由于对称的关系呢 我们非维数区呢 总共需要配置17根的枯金 那我们把枯金的配置呢 画在图1-43的地方 也就是右边这张图 那柱端面图的配金呢 画在图1-44的地方 也就是这一张图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维数区的 那这一张图2-44的地方 那边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项 那边的地方 那边的地方 也就是那边的地方 那边的地方 也就是那么大 一张图1-44的地方